听说宠物猫市场崩盘 曾经几千几万一只的宠物猫 现在只需要区区几百块钱 今天我花300块买了一只蓝猫 已经运到咱们县城的客运着 现在咱们去接猫 看看300元买的猫会长什么样子呢 跟几千几万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出发 蓝猫这种动物在很多人印象当中都非常贵 曾经身价高达几万元 是什么原因让市场崩盘了呢 还是今天我们遇到了骗子 所以才会这么便宜呢 咱们内心也是非常忐忑不安的 到现场去看看 接回来的蓝猫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看到标题之后 很多网友肯定会说 蓝猫不可能这么便宜的 一代猫粮的钱都买不过来 300块怎么可能买得到蓝猫呢 咱们去解货吧 好了蓝猫已经接过来了 左边的这只小猫是咱们花 昨天花320块买的 右边的这只蓝猫 就是今天花300块钱买的 两只猫都价格非常便宜 品项大家看看值不值 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漂亮的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漂亮的